护赐观世音菩萨 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儒补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 王师父母乃及王师兄弟姐妹 世人年纪长大师义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 深合世界深合天宗 世人若能色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 一瞻一理一日至七日莫退出心 文明渐行张力供养 世人渐属假音乐固 剁恶弃者既当结束 沉思男女兄弟姐妹 色化地藏形象张力功德 行迹解脱 生人天宗受圣妙乐 世人见属如有福利 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 既成师功德转真圣因 受无量乐 世人更能以三七日中 一心占理地藏形象 念其名字满一万遍 当得菩萨现无边身 既告世人见属生界 佛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 亲领世人 以诸世界见诸见属 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 至亦千日 世人当得菩萨 前所在土地鬼神 终身为父 现世一时封义 无诸极苦 乃至横世不入其门 何况极生 世人毕竟得菩萨 谋顶受计 互斥观世音菩萨 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 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 亦修无上菩提者 亦出离三界者 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 自心归衣 佛以相伐 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粘粒 世善男女等所愿述臣 永无障碍 互斥观世音 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 欲求现在未来 百千万亿等宴 百千万亿等世 但当皈依詹理 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 如是所愿所求 续界成就 互愿地藏菩萨 巨大慈悲 永永复我 使人以睡梦中 既得菩萨摩顶受祭 我们经文念到这里 那么在这一段里面 可以讲是 释迦牟尼佛对 观世音菩萨讲 这个供养赞叹赞叹地藏菩萨 所得的这个利益 那么他这里面提到 第一个重点 我认为是超度 是超度 这个重点 那么这就是表示啊 好像是说 他这里面所写的 就是讲说 你好像你年轻的时候啊 或者小孩子的时候啊 父母就不在了 或者是兄弟姐妹 已经不在了 那么长大以后呢 你失忆父母 跟所有的兄弟姐妹 那么如何去超度他们 他这里就讲了方法 啊 这个 色化地藏菩萨形象 一瞻一礼 一日至七日 就是七天的时间啊 末退初心 就是这样子呢 就等于是一个超度 就等于是在超度一样 超度你过去的父母啊 或者兄弟姐妹 那假如过去的父母 跟兄弟姐妹呢 是在三恶道 那么他们就可以升天 那假如是已经在天界 他这里面写着 转真圣因 啊 转真圣因就是说 他们本身的这个福分啊 更加的增加 所以我常常啊 讲啊 这个很多的这个弟子来信啊 啊 问说 已经超度过了 还要不要再超度 或者是说 他已经知道 父母已经升天了 那就不用超度了 这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 假如父母已经在天上 那么他这里讲 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功德 就转真圣因 增加他更大的福分 或者他们在往生更高的境界局 这叫做转真圣因 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讲说 哎呀 他已经转世了 他转世就不用了 不用再超度了 很多人都以为 哎 我父母已经转世了 那还超度他干什么 不用超度了 那么父母已经在天上了 那就不用超度了 其实还是要的 因为可以转真圣因嘛 你假如在人道 转身为人 但是你以前的这个子 你不知道 继续再给你超度 那你就能够遇到名师 能够学佛 懂得学佛 这个就转真圣因 你会有很大的福报 在增加你的福分 这个都是有益处的 所以超度啊 是我们做这个阳世子孙 对于祖先本身的一种恭敬 一种孝师 一种的这个希望 他们能够转真圣因 这一种超度是无穷无尽的 不能讲说 我已经超度过了 差不多五次就可以了 第六次就不用了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你是一种孝师嘛 是一种 是一种孝顺 是一种意念 不但是一种这个孝顺 一种意念 还可以增加他们的这个圣因 在里面 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说说 已经上天了 好了事情聊了 以后就管我自己的父母 通通不管了 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里面就是有超度的 在里面 另外呢 他这里又教你 你要知道啊 这个 你的父母啊 你的祖先到哪里去 身和天中 或在何去 就是说 你已经死去的父母啊 或者死去的祖先啊 他们到哪里去啊 你很想念 想要知道啊 他这里也教你 能够在三七日中 三七就是二十一啦 三七二十一 这个三八呢 三八是二十几 二十四啊 三八二十四 三七二十一 总之你三七日中 就三七就是二十一天 一心占理地藏 地藏形象 念其名字 满一万遍 要念一万遍的地藏菩萨圣号 南无地藏菩萨 南无大雁地藏菩萨 这样子就算一遍 要念一万遍 在二十七天 二十一天之中啊 念一万遍